嘿嘿 大家好 我是翼 歡迎大家回到這一集的 Minecraft 教學 我們今天繼續來和大家玩 Only One Command 一鍵即用命令方法教學 我們在這個頻道和大家介紹的Only One Command 都有一年多四日 多五日應該是 這條影片出的時間應該是2月6日 但當我拍攝這條影片之前 就看回我們之前的影片 就發現原來我和大家在這個頻道上介紹 Only One Command 都介紹了一年 第一條影片在2月1日介紹這個家庭 基本上就應該沒有了 不過如果大家想看看 這個直播室內其實是怎樣裝修的 也可以去看第一條影片 在這個普犯聖誕中 但我打算趁個一周年時間 和大家介紹一下 還有一些大家都非常喜歡的 command的類型 就是這個一鍵即鍵酒店 這個就差不多到10萬個觀看次數了 如果大家未看過的話 歡迎你按下下面的描述 所以今天這個特別的日子 我就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一鍵即鍵即鍵即鍵 好期待 同樣也是 如果大家想拿一個command 記得去下方的描述 下面就有條連結 大家也可以在那裏 拿回大家所要的command 然後在那裏 Copy & Paste 這個方言是minecraft 就可以做到這個command 這個command的版本 就是minecraft 1.8.7 minecraft 1.8.7 所以我們就要拿這個紅石block出來 放它出來 然後我們才可以做到這個command box 這個command box 由IJA Minecraft 傳名就是minecraft is just awesome 這個command的創作社 為我們做這個castle generator 這個城堡的生成器 或者我們平時都非常喜歡叫的 一件即件城堡 即懶人專用 如果更加懶人專用 按下這個綠色的add item 就可以拿到我們所需要的東西 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tower 不是這個tower 我看著這個名字就跟大家說了tower 這幾隻蛋有什麼用 首先 這六隻蛋 這六隻藍色和紫色的蛋 就可以慢慢組成城堡的一部分 由一些小的tower 城堡塔 然後到城堡中央和站門 再加上石磚城牆 就可以成為一個漂亮的自定的城堡 但如果你想冷冷的 如果你想用這個fool castle 即懶人包城堡 也絕對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看看這兩個選擇 一個就是自己做DIY的城堡 一個就是懶人包送給你安裝的城堡 兩個都會跟大家看看 在這個摩天大廈對出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之前玩的雷神 的一個地方 今天也有很多人看的 不過今天就在這邊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一鍵式鍵的城堡教學 現在在這邊 我們可以先把這個櫃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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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櫃 我們先把這個櫃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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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櫃櫃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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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櫃��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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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层通常是皇帝建營的地方 譬如我們把門口關掉 然後大家就會發覺這裏可能是皇帝建營的地方 我們把它放一個皇座在上面 就應該已經很足夠了 譬如我們放一個金色的皇座 通常皇帝都是坐金色的座位 譬如我們放一個圍寺 應該就已經足夠了 應該再小一點都可以 這樣 然後這樣 然後已經可以作為皇帝座的地方 加一盞燈性有點暗 大家也看不到 但是我們加一盞燈 這裡已經足夠了皇帝座的位置 明道上面可以再加多些地板 就可以變成皇帝夜晚會住的地方 因為Only One Command始終有自數限制的關係 所以去到城堡的詳細裏的裝修都不太多 不過如果大家有心機 亦都對室內設計有興趣的話 亦都可以在城堡建好之後 加多一點室內設計 首先我們就設置中央的位置 然後跟著也可以設置不同的Tower Tower 通常我們都在四邊設置 不過最好還是跟大家設置一個城門 我們先關一關魚 不然待會又搞亂所有的位置 城門的方法也很簡單 他就放了兩個城門給我們 一個叫North-South-Gate 一個叫East-West-Gate 接著我們要放的方法 就是看看我們要進去的地方 譬如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在左邊 由美數上去第四行 寫著Facing South 然後這邊就是Facing North 我們需要在南北穿過去 所以我們就用南北的門 用完南北的門之後 然後就把它放出來 然後放在這個位置 就會同意自動設置一個 南北走向的門 不要弄錯東西 否則整個拆墟又要再來 在這個位置 撥多一點的草地走 然後就可以做一個漂亮的城門 這裡可能是整條樓梯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絕對不是一個大問題 然後這樣就可以做一個城門 城門之後 當然就有一些塔 就可以到處放 最後我也建議大家 對一對稱 譬如隔八格的位置 再隔多兩格 再隔多兩格 隔十二格的位置 就在這裡放一個Tower 然後通常如果走不及的話 它就會混在你裡面 所以記得放這些塔的時候 就可以盡快走 就可以這樣放一個塔樓 然後燃燒管的一邊 也是同樣的 最好就對稱 因為大家可能有強迫症發作 特別大家當看到不平衡的東西 都應該會有強迫症 所以我不想大家這個病 有點發作 所以就盡量避開數多幾格 這裡有十二格 我們再放多它出來 然後再放出去 我們也可以做多了塔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它並不會幫你填塔 不記得底 變得更漂亮 所以在做這件事的時候 也要考量一下 這樣做了一個城的塔 之後 也可以在旁邊 譬如這個旁邊 可以做一個小小的褲子 即是可以這個縮小板 例如我們也可以在這個位置 數數格 數多一點點 因為它就要多一點點的位置 大概可能14格 然後我們就放一個keep 可以看到這個 是一個微型版格領的城堡 但是總算的規模都可以 或者如果大家的世界沒有那麼多位置 這個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所以也可以在這邊放多一個 除了這些 大家也可以發揮一下你的創意 可以在旁邊加些城堡 加少許的裝飾 也是沒問題的 所以我們在這裡加多個keep 然後大家也可以想一想 城堡可以怎樣做 好了 基本上就已經完成了這個城堡的城牆 不是太多花生的東西 都說了 留下創意給大家 如果大家有什麼好的城堡作品 歡迎在下面留下一個link 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這裡就弄好了一些基本的tower 高塔 以及一些矮小的聯望塔 以及這個大小的keep 中間左右都應該是沒有入口 除非我們開一個位置 以及應該大中間的位置 基本上整個城堡就有幾對稱 整得幾對稱 大家的combat性沒有發作 沒有OCD 但是這個就是我自己建的 一個自訂版本的城堡 想讓大家看看 一個他給我們這個combound creator 給我們一個懶人包版本 應該就在這個位置左右 就放一個城堡出來 看看會有什麼反應 這個就是一個叫做Full Castle 紅色的蘑菇蛋 然後大家把它放出來之後 就有一個懶人包城堡 所以我們現在試試 我按按 應該就等多一點時間 就可以做到這個大城堡出來 你看到那些葉子雖然弄不走 但是只需要我們多用心 弄走這些地 應該這個城堡都會變得挺漂亮的 雖然和之前一樣 這個就不可以做得太多太多的 仔細細細細細細細 但是大家也可以自己加一些室內設計 但是我們在這裡 可以看到 同一個設計 有少少不同的 城堡在這裡 這裡有一個大的遼望塔 小的遼望塔 然後在中間還有幾個不同的位置 這些都是Full Castle才有的 四個角角頭 所以如果大家想一個漂亮少少的城堡 可以自己做 好像那邊一樣 一個自訂的城堡 或者如果大家有少少懶的話 也可以用Full Castle 做一個漂亮的城堡出來 基本上就應該是這麼多 不知道大家的城堡會做成怎樣 我就期待一下大家的作品 不過今天的時間都應該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command 記得在下面留個讚 或者如果你做了什麼非常漂亮的城堡作品 也歡迎在下面 放一條link 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我們下一集回來的 Minecraft教學 這個就是Only One Command 一鍵即用 命令方法教學 再見 拜拜